由赖冠林赵金麦主演的初年那件小事正在热播中 夏淼淼跟着好闺蜜阿霞参加了一次他们系的服装课 很快就被那个奇葩老师夏英注意上了 她把淼淼当成了她的秘密学生 所以淼淼经常参加服装系的活动 这部海大80周年庆学校组织话剧表演 男主就是梁又年 这个夏淼老师已经内定女主需要进行海选 在阿霞的帮助下绵绵成了女主角 但是因为绵绵的打扮太低调 所以夏淼老师对绵绵进行了大改造 她不但对绵绵的头发做了改变 还让她穿上了公主裙 于是绵绵穿公主裙的造型曝光了 太惊艳了 简直像换了一个人 杨又年看的也都直了 瞬间没了真情 她开始大胆表白绵绵了 说自己暗恋了绵绵好久了 绵绵得知杨又年新意当成了个趴 想了解更多就请关注点赞转发吧